我每年都有拿到 很高兴 一朵朵的康乃馨花束 是县长杨秋新对全天下母亲的祝福 今年母亲节 杨县长与夫人再度前往观音山送康乃馨 让游客感受到浓浓的过节气氛 我想母亲节是大家最重视的节日 大家在母亲节都会 只要时间即可都会回到妈妈的旁边 妈妈母爱最伟大 昨天我们也颁奖 我们对身障碍的妈妈 我们一个母亲的表扬 我想身上来的妈妈付出的心力 比一般正常小孩的妈妈 那心力付出太大了 所以我们也表扬这些慈悔的母亲 慈悔母亲讲 所以我要祝福 祝福我们前台湾 前世界 前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大家都健康 大家都幸福 都快乐 还是人在美国 没办法亲自来 所以说妈妈节快乐 还是把身体健康最重要 他会把一些周业 学业做得好 这样子 未来的计划 他会跟我们讲 所以说孩子 他自己能够计划 未来 我们就比较安心 很放心 所以母亲节快乐 希望天下人 妈妈就这个样子 今天是我们母亲节 母亲节没有 今天我们阳县长没有 他每年都一定要 我们冠营山没有 来这发开耐心 让我们这里的祝福 我们这里的母亲 大家母亲节快乐 让我们这里的友谊 大家都知道 今天母亲节 一定要来冠营山 等我们馆长 送他开耐心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县长谢谢 你这儿我很多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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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母親節快樂 來 母親節快樂 縣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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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